孟寒川被投入朝狱后的第十天 皇上颁布旨意 定了孟寒川结荡营私 买凶杀人的罪行 将其秋后问斩 念孟寒川之父孟老大人 在朝围观期间兢兢业业 所以免了孟寒川家人的罪行 但孟府的宅子和银钱皆被查抄 只留了一个孟府名下的小宅子 供孟老大人及孟寒川妻儿居住 另外李侍郎和几个官员 因与孟寒川有大量银钱来往 被皇上认定有结党营私之嫌而被处理 有被贬官的 有被罢官的 还有被流放的 今夏听说这个消息时 心里觉得特别的痛快 孟寒川死有余辜 以前他没有想过 一定要他死 可是自从孟寒川买凶侵入陆府 杀了那么多人后 他就恨不得他立刻去死 杀人偿命 他坚信若是人死后真的有轮回 那么孟寒川一定会下地狱 随着孟寒川的落马 被镇扶司的权力更替 如今陆毅便更忙了 原本是孟寒川负责的事物都转交到了他的手里 虽然他现在并未被任命为锦衣位指挥使 但是如今皇上给他的实权已经相当于将南北镇扶司的最高权力交给了他 今夏的肚子最近又大了些 他算了算日子 差不多再有一个月就要生产了 陆毅虽然很忙 每日却尽力地早些回府陪着今夏 虽然他陪着今夏吃过晚饭后 就得去书房处理公务 可是只要能在府里守着 他就能放心一些 一日午后 今夏睡了一小会儿午觉便起来了 他的肚子太大了 睡得也不舒服 并且还觉得上不来气 倒不如坐着好一些 本来初怀孕时的几个月 肚子一直没显怀 他还担心孩子发育得不好 可是现在眼见着肚子越来越大 他知道他的担心是多余了 今夏整理了一下头发 便去看两个孩子了 现在这个时辰 两个娃娃也该睡醒了 如今府里又雇佣了两名奶娘 帮趁着之前一直照顾孩子的王奶娘 一起照顾两个孩子 等到今夏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 三位奶娘就没人负责照顾一个孩子 今夏刚刚走出房间外 便听到了袁大娘的大嗓门传了出来 那个女人真是太可恶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袁大娘的声音充满了怒气 您别气了 为了那种人生气 不值当的 王奶娘劝袁大娘道 这是哪个女人惹着他娘生气了 今夏推开门走进了房间 三位奶娘都在 见到今夏进来都起身俯身行李 婴儿和轩儿已经醒了 两个孩子本来坐一起玩着 见娘亲进来了都要张开双臂要抱抱 我的两个小宝贝 今夏走过去不能抱孩子 只能各亲了他们一大口 肚子突然胎动起来 似乎肚子里的孩子在抗议他没有把他这个未出生的娃娃 也算作他的宝贝 小东西 今夏摸了摸肚子 语气宠溺地低语道 他现在已经能想象出来 等到这个孩子出生后 这三个小东西 为了争宠而争风吃醋的热闹场面 今夏看了眼袁大娘 见她还是一副生气的模样 撒娇地挽住了袁大娘的胳膊 我的老娘 跟你闺女说说 是哪个女人惹着你了 我帮你教训她 没事 我就随便说说 袁大娘白白手道 今夏一眼便看出来了 袁大娘似乎在隐瞒着她什么 娘 您到底在瞒着我什么 袁大娘犹豫了一下 还是摇摇头 我没瞒你什么呀 你瞎说什么 你要是不说 我只好自己去查了 娘 你应该知道的 我若是想查什么 是可以查得到的 今夏坚定的 你呀 我只是不想让你生气 袁大娘知道自家女儿的固执 今夏既然已经怀疑她 有事瞒她 那么就一定会去弄清楚 放心 我不气 今夏拉着袁大娘坐下 和我说说到底什么事 路易一回府便直接回了房 今夏坐在软榻上 似乎很不高兴的样子 怎么了 谁惹你生气了 路易摸了摸 今夏的肚子 小心这身子 不管是什么事 都别放在心上 大人可有听说 孟汉川的夫人 在外到处跟人说 大人是为了争夺权力 而陷害的孟汉川 今夏拉住 路易的手问道 她听袁大娘说 今日袁大娘上街买东西 偶然间听到有人在议论着孟汉川的事 袁大娘凑热闹去听 结果听到那人说 孟夫人最近几日 到处跟人说 她的相公是被路易害得入了狱 他们全家都被路易害惨了 她到处散播谣言 现在还真的不少人信了 街头巷尾的 都在传大人特别阴险凶狠 陷害同僚 只为自己上位 惊吓气得胸口疼 肚子里的孩子受她影响 也跟着踢了踢腿 这事啊 路易淡淡一笑 无所谓 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她一个妇人 掀不起什么风浪 那怎么行 不能由着她败坏大人名声 今夏知道 路易一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 可是不行 她在乎 她不能忍受她的夫君被人抹黑 你就别去想这些事了 我答应你 我会处理的 路易安慰 今夏的 大人想要怎么处理 今夏问道 派层服去街上埋伏着 把那些抹黑我的人 抓招御礼打一顿 路易一本正经的 大人 正经一点 今夏 醋了醋眉 她自然知道 她是开玩笑的 行了 我心里有数 放心吧 路易握了握今夏的手 对于孟夫人在街上到处抹黑她的这件事 她其实有耳闻 不过并没当一回事 这只不过是孟夫人气急败坏的报复 伤不了她一分一好 也许会有一些人相信了孟夫人的话 传播抹黑她的言论 可是那又如何 孟汉川干的那些事 证据确凿 且朝堂之人 现在谁人不知孟汉川的那些勾当 皇上下旨处置了孟汉川等人 便是认定了他们有罪 任何人都不敢有异议 在路易的劝慰下 今夏也想开了 不去理会孟夫人那些疯言疯语 为一个疯女人而生气不值当 正如路易所言 孟夫人一接妇人 掀不起疯了 她现在也确实不该想那些破事 现在最应该的是保持心情舒畅 等待她第三个小宝贝的降生 可是今夏没想到的是 孟夫人那个女人 能复到这种程度 居然跑到路府的大门口骂街 今夏正在和原大娘奶娘 一起看着孩子玩 丫鬟急匆匆来了 说孟夫人带着儿子 在路府大门口破门大骂 竟是说一些 诋毁大人和夫人的话 如今已经有好多人 在为之看热闹了 这个老母鸡 居然还敢跑到路府大门口来呢 原大娘气得瞪大了眼睛 担心今夏生气 赶紧劝为今夏 命令把她赶走就好了 不用搭理她 不 我倒想去亲自会会她 今夏神情淡定地站起身来 满条丝里地连离自己衣衫 你还是别出去了 不要去听那些话 葬了自己耳朵 还会让自己生气呢 原大娘拿着今夏的胳膊 不想让她去 不 我必须去 今夏该向丫鬟 去找一下中伯 命人把弗里养的黑泽 和大黄牵出来 鸭换了人命 匆匆离开了屋子 娘 你去我房间 帮我把皇上 做的金布瑶给我拿来 放在武术庄台上 最上面的小抽屉里面 今夏说道 突然要金布瑶做什么 原大娘不解 我要戴 今夏不多做解释 原大娘心里狐疑 皇上赏了金布瑶之后 今夏一直都收着 不舍得戴 说是要当做穿家宝的 这怎么突然就要戴了 陆府大门口围了一大群人 纷纷在窃窃私语着 孟夫人领着自己儿子 在门口破口大骂着 骂陆一心狠手辣 骂陆夫人心如蛇蝎 跟围观的人 说她夫君是被陆家的人给陷害了 围观的人半信半疑 陆府可是京城中名门望族 他们可不敢在陆府门口 说出家人的闲话 只是围观着看热闹 小声的窃窃私语着 直到陆夫人被丫鬟吓人 拥着走出大门 所有围观看热闹的人都尽了声 惊吓被袁男娘和丫鬟 扶着下了台阶 没走一步 金不瑶的金玉碰撞 发出清脆好听的声响 围观的人们 看着挺多肚子 就快要生产的陆夫人 还如此尘采奕奕 对比着装发凌乱 发着疯的孟夫人 顿时觉得对比太过强烈 这两位夫人真是有着天差地别的差异啊 而此时 约男娘也明白 为何惊吓要带金不瑶了 她就是要孟夫人 那个疯女人给看看 她如今过得很好 而孟夫人却狼狈不堪 这就是孟夫人的报应 还真是有着嗨 我会 Witam 我会去加决心 但是 回想 我会去加决心 然后规则 这个问题 我会去加决心 我会去加决心